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今天呢 我們Crash Fever要來挑戰超絕集的關卡 我就是鱷魚的天敵 啊~~ 虎客超絕集 啊好不好這個我們今天要來挑戰這個關卡 那基本上呢我算是 不知道這個關卡呢 要有什麼陷阱然後就直接跑進來了 就直接來找 那因為我們帶的角色呢 基本上算是很OP的組合啦 我們有減傷然後有爆發然後有回復型角色 然後有一隻 土方碎山算是就是比較攻擊型的角色啦 好不好 那麼呢我們就來挑戰吧 沒什麼好說的 來因為我也不知道裡面會有什麼 直接來打打看 我們靜關齊變邊打邊 我們就是隨機應變啦 邊打邊觀察他會幹嘛好不好 那這邊呢 呃 好新珠先不消 留到下一回合消 因為下一回合會有傷害嘛 那我們就下一回合把它消掉 然後來做回信 但我覺得好像 嗯 算了還是消掉好了 來 呃那剛好下一波 可以讓土方碎山來消這一波大的 這一串大的 綠色射珠 來了一波傷害 痛不痛啊 兩波 哇其實還蠻痛的感覺欸 來 這一波 拉點血量 然後我們黃色射珠 哇靠 這版面整那麼漂亮啊 紅色 我們藍色先消掉 阿待會紅色再把它消掉 各位 這個 版面的配置呢 跟消除射珠的角色呢 大家一定一定要 建議大家一定一定要 好好的去做揮畫 好不好 來 接下來 看看 這樣子我們待會應該可以讓 我們的 綠色射珠有機會可以連在一起 好這樣子連在一起 我們先不消它 因為呢 消它的話 就抑傷了各位 抑傷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行為啊 也不是不好啦 就是我們要讓傷害呢 完全的充足 然後完全善加利用傷害的話 當然就是要做好這個 確保這個消除 大量的射珠的時候 它是打在有效的 這個怪物身上的 你看現在 剛剛如果直接把它消掉的話 那它就直接 所有的傷害都打在一隻 已經要死的小怪身上了 那就沒命意義啦 好 那這邊剛好呢 我們直接可以來一個一波 一波超級爆發 這邊 我們就先 不做 主方碎山 先不開好了 整覺得好像 好像不用開啦 感覺是不用開 這個傷害應該是超級大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開啦 我來看一下 來 這一波大的 看一下 130 110 110多count 還好 主方碎山沒開 應該直接帶走了吧 有嗎 直擊 完美 傷害剛好充足 好不好 各位 這個也是 做版面呢 也是非常重要 你看剛剛如果我們沒有做版面的話 欸 還有 它在跟虎克傳黨爆 告狀欸 所以等一下虎克傳黨會跑出來嗎 我也不知道 來 感覺這邊可以先開一個這個 然後讓它開始CD 它會不會全部打死喔 哇 那對面我們要 來 呃 來稍微洗一下 來稍微做一下版面了 不要太早 打定關 現在不會死吧 不要 完了 各位我們太早進關啦 版面都還沒做美美欸 不准繼續做壞事 好 那我記得這一關好像是 我們要 先把 好像有 要先把 這個 他的夥伴給打死 印象中啦 因為其實呢我也是 很久沒打這個關卡啦 然後 他在 出的時候我才 再跑來打 然後 也沒有先查到底要怎麼打 這個 怎麼來 來 把星珠留著 我們剛剛應該 我們感覺可以先把小怪給全部清理掉 OK這樣沒有問題 絕不原諒 是怎樣 靠他怎麼連續攻擊那麼多啊 哇 哇 那我要靠我的藍斯洛特把血量給拉回來了 哇 傻眼耶 嚇死我 好 那現在呢我們要 我們就把黃色色珠給留下來 因為待會呢我們要利用尼伯龍根來做減傷 呃 呃 好 這邊尼伯龍根開個減傷 來 尼伯龍根 這波要炸嗎 炸了 這波要炸嗎 炸了 來吧 這波應該也是一個大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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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整有點不夠啊 沒收危險物品 哎呀 哇 這邊可能大家 我是一個失誤啊 這邊真的要建議大家 這邊剛剛他攻擊力下降嘛 那如果我們是他攻擊力下降的時候 再開尼伯龍根的技能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覆蓋掉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開 呃 增加攻擊力主動技能的時機 好不好 不過也沒關係啦 我們應該還行啦 對龍很有效 所以我們不要帶龍毒就好啦 來這一波來一個爆發吧 這一波來一個爆發 來 爆一個 哇 藍石落車真的超好用 這角色做壞啦 來 這樣爆一個 綠色掉多一點 OK還行 這一波呢應該可以直接把它給帶走 還有一點點易傷啊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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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我們看一下他還會幹嘛 ㄟ還沒看到 好那我們把 我們土方的技能給開掉 因為土方的技能他其實 CD很快 五回合就可以打一次 那這邊的話呢 我看看拉 啊啊啊啊 神反而沒連在一起了 OK 來我們待會輪到土方的時候呢 我們來開Fever 那因為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因為你開Fever的時候呢 所有的不管是C珠 爆炸射珠 障礙珠 都會消掉 所以我們最好是在這個時機呢 就把我們的 左邊的這個爆炸C珠給把它點掉 才不會浪費我們製造出來的爆炸C珠 這算是一個小撇步啦 絕不輕饒 禁食障礙珠 沒關係 我們直接開Fever解掉 來了 這一波能不能直接一波帶走呢 來囉 來囉 227可以嗎 應該是 估計是不夠啦 估計是不夠 他血其實蠻多的耶 好 那這邊呢我們把新珠留下來 因為呢下一回合有這個 他下一回合CD呢就會有傷害了 所以呢各位 新珠的存留 絕對要適時的來點新珠啊 喔這邊就可以讓大家看 現在我們現在不是攻擊力下降嗎 會下降到70%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開啟尼波龍根 他是三回合內綠色屬性 攻擊力提升 那這個時候呢你開啟的話 他就會直接把攻擊力下降給覆蓋過去啦 所以這個開技能的時間也是非常的重要喔各位 來 那我們這波做一個大的 哇這版面整那麼漂亮啊 這邊呢我們就直接讓法塔 直接讓法塔把它解決掉啦 不要再跟他拖了 來 大爆發來了 哇 藍石中的塔 蹦嘎 哇靠 超多耶這個 來囉 這個爆戰C珠放的位置呢 各位也是要稍微注意的好不好 這個易傷太多了吧 狂爆耶 掉一個 沒有 沒有掉啊 好啦 那麼呢 這邊呢 我們算是順利的通關了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個關卡呢 他最後大家有看到他會施放這個 黃色的定時傷害珠嘛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針對定時傷害珠來做角色攜帶 因為你可以利用Fever解掉就好了 而且他感覺還蠻好消的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呢 是不要帶龍毒的角色 那再來是呢 他會有這個攻擊力下降的主動技 那你可以帶一隻攻擊力上升的角色呢 然後來在適當的時機把技能開啟 然後覆蓋過攻擊力下降的這個debuff喔 那麼 今天的攻略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 下次再見啦各位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k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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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